那在这种unsupervised的scenario 现在大家最常见就是这种self-supervised的learning方式 那self-supervised其实可以把它想成有两种类型 一个我们叫它self-prediction 另外叫做contracted learning self-prediction其实就像是 我们现在常看到这些pre-trained model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predict 比如说这个句子里面下一个字 或是这个句子里面的内部的某一个被遮掉的字 那这都是self-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透过unlabel的data 然后产生一些有task的 不是没有task 像刚刚我们前面看到这种VAE 它其实没有task 它就是认一些data里面的一些资讯 那这边其实你是透过这些unlabel data 去synthesize出一些task 比如说你要predict下一个token 或是predict中间被遮掉的东西 它其实是有一个task 好 所以就是把从没有label的资料中建构这些supervised task 然后再去做training 所以才会是self-supervised 它就是自己产生了一个supervised data 但它实际上其实是没有这个label的 好 因为为什么这样好呢 因为annotation通常就是很贵嘛 你不会有这个annotation 那有annotation的data就会很 有的话也很少 那如果可以大量利用这些没有label的资料 其实有可能是让模型更了解这些data 得到一个很不错的representation 然后进而之后可以improve在downstring task上面 好 所以self-supervised self-prediction图示就是长这样 这是一个data sample 那self-prediction其实就是从这个data sample里面 然后predict另外一个 从一个部分predict另外一个部分这样 所以langue modeling就像这样 就是从前半部分predict下一个这样子 那如果中间比如说某块被遮掉 然后就从没有被遮掉的predict被遮掉的 也是self-prediction 另外contractive learning是 不是data内部 它是data跟data之间的relation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没有label 但是我们能不能透过data跟data之间关系 产生一些关联 然后用这个资讯来帮助我们做representation的learning 待会我们会讲说怎么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差异 一个是intrasample 另外一个是intersample 就是sample跟sample之间或是sample内部 那这是self-prediction的各式各样的常见的一些strategies 从过去预测未来 从近期的过去预测未来 从现在预测过去 从上面预测下面 这是从下面预测上面都可以 反正只要是一个data sample 你都可以把它变成不同的部分 然后去内部做预测 那contractive learning是什么呢 这也是近期现在就是很多很多方法 很容易可以想到可以利用contractive learning的 然后它的效果其实也蛮好的 它的想法非常的简单 就是假如说我知道这三个是蓝色 就比较接近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接近 那红色跟红色 我觉得它比较接近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透过这个资讯 然后去学习说 我希望这个representation 蓝色跟蓝色的要比较接近 红色跟红色要比较接近 蓝色跟红色要不接近 对就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 那这问题可能就是 这个你怎么知道谁跟谁要接近 谁跟谁要远离 那就是 要根据你的task去design了 那我们就会讲几个常见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 inter sample的classification 那这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有一个input 然后我把这个input 做一点点小变形 比如说如果是句子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让它paraphrase 那我觉得paraphrase后 是不是跟原本的语义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知道 被我paraphrase后的这个句子 要跟我的representation 要接近 那其他别的句子的representation 就要跟我不接近 对不对 因为这个positive是从我自己这边paraphrase来的 好 然后就这么简单 所以概念上就是这样子 我从一个data sample出发 这就像是一个anchor point 然后呢 我能够去产生一些 我自己知道 它可能是positive的东西 比如说就paraphrase这个 或者是如果是图片的话也很简单 我就让它转一转嘛 那这样子每个pixel是长得不一样 或者把它放大缩小 都可以 那我知道它们就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我的positive pair 那其他的就是negative 所以实际上在training的过程中 它就是加上这个loss 这个loss是什么 这个loss就是 我跟positive的pair 要尽量的接近 所以这是距离 要尽量接近 然后呢 跟negative的要尽量远离 所以是这个东西 减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是loss 所以你要这个loss minimize这个loss的话 是不是就会尽量让 你跟positive的接近 然后尽量让你跟negative的远离 就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当然你可以加上一个margin 就是你要让positive跟negative 是要拉得多远 好 那衍生刚刚这个概念 就是我可以把 有一些东西 因为刚刚 刚刚是假设 只要我没有paraphrase的这些东西 其他都是negative 然后我就随便sample一些negative 那也有一些情况是 我知道哪一些明确是跟我不相关的 所以我有一些明确的negative的sample 我只把我跟它们拉开就行了 所以这边就是做一点点的调整 就是变成是多个multiple的negative sample 好 那接着呢 第二种方法呢 叫做feature clustering feature clustering概念上也很简单 就是谁跟我要接近呢 不知道嘛 所以呢 我能不能够先在原本的representation上面做一个clustering 然后觉得 这我们三个可能是一组的 那这两个可能是一组的 所以我这三个要拉近一点 这个两个拉远一点 虽然原本它就是一组 但是我还是更希望它可以再拉开 这样子 所以透过feature层级去理解说 有哪些东西可能是 比较有可能是positive 哪些东西比较有可能是negative 然后再透过contractive learning 第三个是multiple的coding multiple的意思就是 同样的这个input 我可以给它不同的view吗 那反正我知道它们就是同样的东西 那这个就跟刚刚说的其实是很像的 就是如果我这边有个句子 然后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做paraphrase 或是我用翻译 然后我知道它们就是同样的意义 所以我希望它能够产生类似的embedding 那这有点像是一个data augmentation的效果 利用data augmentation去产生不同的view 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些 额外augment出来的data 去学到一个比较好的representation 那这个view可以是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画风或者是不同的人写的句子等等都可以 那这个是contractive learning最常见的方法 因为就是你把一个东西自动去augmentation出类似的 然后把它当成positive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对然后也还蛮实际的 同时你的data增加了 而且你对data有一个你自己 assumption上面的理解 你知道它们应该是positive的 所以你就可以在feature层级去做一些前期的learning 那在NLP的领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word叫做synccse 它就是一样它就是要学sentence level的vector 然后它就用了contractive learning这样的概念 那它不是像我们想象中 不是像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你把它paraphrase 以下用另外一个model帮它paraphrase 或是把一些词汇换成同意词 那这太简单 这大家都做过了 它这个我觉得它的做法算是蛮新颖的 对 它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它原本就有一个unsupervised的embedding 就是可以把一个句子变成是一个vector 然后呢 然后它把这个encoder 里面是不是会有很多layer 对不对 然后它就random的dropout 所以你这个vector是不是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它每一次random的dropout 你这个vector都会长得有点不一样 好 那它这就是其实就是从同一个句子 透过不同的randomdropout 产生了不同的vector 然后它就希望 透过同一个句子 randomdropout产生的不同vector 它都是这一个句子的positive的pair 所以这些要接近 然后如果是不同句子产生出来的 它就要拉远 就这么简单 对 所以 它的positivepair完全也不需要产 不需要用一个什么同意字的字典 不需要用一个翻译的 或者是paraphrase的model 都不用 它就只需要一个 原本的一个sentence的encoder 然后它就直接 在这个encoder这边的layer上面 做一些noise 然后就产生非常多个vector 然后就可以直接training contrast learning了 然后就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 就加上去 performance就improve非常的多 就是非常的有效 非常的厉害 对 那有了unsupervised的training之后 unsupervised的意思就是 它不知道这个句子是什么label嘛 所以你就只能 你透过这个dropout 产生了positivepair 你就可以做training 那你还可以再继续做supervised的fine tuning啊 对 supervised的fine tuning就是你可以 透过这个句子知道的label 然后你知道同样label都要拉得比较近 不同label都要拉得比较远 对 然后所以再加上这个supervised的contractive learning的话 它的performance就会变得非常的不错 那同样的概念 你可以用在spoken的scenario spoken的scenario就是 我如果现在的input是一个speech 那我是不是会透过语音辨识 把它变成是一个文字 所以这个文字有可能会有点错嘛 原本的句子可能是get me to alarm setting 那它辨识成get me to alarm set 就辨识的比较不好 那我也希望说这个辨识出来比较不好的 会跟正确的这个clean的接近 所以这边就是positivepair 其他的就是negativepair 所以加上了这个概念之后 它可以在spoken的scenario上面 也有点performance都比刚刚那个synccse来得更好 那当然可以再用supervised的方式来做一些improvement 那在这边有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处理 就是它除了考虑同样label的会是positive以外 它还考虑说这个句子因为有可能会有语音辨识的错误嘛 所以这个句子原本distribution上面 它们有多相近 会当成是另外一个soft label 让它不要太过相信这一个label 因为这边是有可能会有语音辨识的错误 当成是一个regulization 而外去optimize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法之后呢 performance就可以到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讲了非常多不同的approach 然后是用比较unsupervised的方式 没有什么supervised的label 你还是可以做很多data上面的understanding 或representation的learning 像前面我们讲到了autoencoder 那我们过去也讲了这个word to vet这种模型 它其实就是unsupervised 只要很多很多的资料 它就可以train这样子的word 它跟其他word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的language modeling 其实也是一个unsupervised scenario 那我们后面讲到了这个contractive learning 那甚至这个是我们今天没有讲到的 但是大家也会蛮常用的 就是这种dualencoder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比如说这边是一个搜寻的query 那这边可能是一个document 那如果使用者click了 那你是不是就会觉得 这个搜寻的东西跟这个document是相关 所以他们认出来的这些information 希望它能够接近 类似这样子的dual的关系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因为labeling非常的贵嘛 所以我们就要利用这种没有label的资料 那我们就讲了这个A1跟VA1可以透过reconstruction 然后去认说有没有比较compact的方式可以去表示现在这个data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很好的表示方式的话 它就可以在之后transfer到downstream的task 可以更加的快速更加的有效 那接着透过这个VA1这样子 A到BB到A的这种概念 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两个task 那这其实就是dual learning的架构 那这个两个task其实就是刚好相反的两个task 所以在认individual的task的时候 我们如果可以考虑到另外一边 其实是可以有额外的improvement的 等于是有额外的资讯 那后面我们讲到了self-supervised learning 第一种叫做self-prediction 就是你有一个instance一个sample 你predict这个sample里面的不同missing的部分 或是没看到的部分 那如果是sample之间的话 叫做contractive learning 就是你有很多个sample 但是你对于这个很多个sample之间的relationship 有一些假设 你就可以透过这些假设去调整你的这个embedding 然后在这个资料上面得到更好的理解 谢谢观看